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传统华族文化中 很著名的 北斗九黄的圣诞 借今天这个时间跟大家普及一些知识 然后让大家重视 接下来的我们的重阳节 那么重阳节是从重一到重九 这个叫重阳 就是九月的初一 一直到九月初九 那么这个叫重阳 那么重阳又叫纯阳 就是大家修炼 我们这些修炼者 你要修炼成纯阳之体 而不是有阴阳的一个生命体 这个近这个百年以来 中国的道统 这个道文化的这个传承 从这个1900年到今天 几乎是被毁坏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教的这个体系内 还看到了很多的大德 出来讲经说法 宣誓这个释迦牟尼的一些教法 那么在道教体系内 现在很少看到有哪个高道出来讲经说法 那么大家见到的都是烧高香啊 拜拜啊 神志去那些大爷伯二爷伯啊 跳铜的这些神庙啊 我们以前称为的这个旁门左道啊 什么经什么怪都拜啊 道教现在没有龙像 什么叫没有龙像 就是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主心骨 没有真正的复原 我们从祖根文化上 祖根 中华传统文化的这个祖宗 传带的祖根 那个根上面没回去 所以说我们在南洋地区 这个要开辟一个新的教学通道出来 这个就是关于道的教育 不是带着大家去迷信 不是带着大家去拜拜 而是回归一个道统 一个关于道的教学 世界上原本创立道教的祖师爷 叫张道陵 那么民间又俗称张天师 那么道陵祖师 他在东汉末年创立的这个道教学派 他是由之前的游学 之前呢老子时代延续下来 到道陵祖师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都是游学 游学就是师父到处游方 遇到有缘的就讲 遇到有缘的就教 那么道教在东汉末年 道陵祖师创教的时候 就开办学校 就是求道者要去这些道场 古代叫道场 现在叫学校 来求学来求道 而不再走游学的这个路子 所以说这个是一门教育 是关于一门什么样的教育呢 是关于一门认识我们生命实相的教育 关于我们生存的宇宇宙 宇宙实相的教育 那么这个宇宙实相 是宇宙是我们人生命所依托的外环境 这个外环境的客观实相是什么 很重要 那么关于生命 我们先说第一个 关于生命实相的教育 关于生命实相的教育 它是什么呢 就是它不是今天的宗教 今天把道教佛教归为宗教 这个是两千多年以来 这一种流弊 什么叫流弊啊 大家看到了今天的宗教 佛教说道教不究竟 道教说佛教不究竟 那么佛道两教说 耶稣基督的教不究竟 耶稣基督的教呢 又说佛道的教不究竟 是旁门左道 是邪道 佛教说道教是无言障气 是邪教 道教说佛教你只是信中 不修命中 不究竟 你看这是宗教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宗教的实相 这个宗教的实相 是不是这个古来大德 释迦牟尼 道灵祖师 乃至于往上推延 到老子时空 就是我们叫里尔 老旦这个哲学家 那么还有这个西方的耶稣 那么这三个人 或者是四个人 如果算道灵祖师 这个创立道教 那这是四个人 四个人都是人 大家不要忽略了 他们是人的实相 这是他们是东西方的圣贤 当然这个几千年来成圣贤 不及其数 我们今天就是道教的学问 来讲我们主题这四位圣贤 他们是人 那么他们是人 他们悟到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今天 后代这些宗教子孙们 在这相互攻击 那就不是圣贤 我们知道一个妈妈 生了很多孩子 这些孩子 无论是孝顺的 还是不孝顺的 这个妈妈都会很疼爱 没有去嫌弃任何一个孩子 那么圣贤 她的这个大慈大悲 她比一个母亲的慈悲 还慈悲 所以我们现在人类 有七十五亿之多 这七十五亿人 作为圣贤 是你信我 我就慈悲你 不信我 我就诅咒你下地狱 我诅咒你 要被惩罚吗 母亲会咒自己的孩子吗 母亲不会咒自己的孩子 这些大慈大悲 超越了母爱 慈悲 连人道 连畜生道 连地狱道 连恶鬼道 这种六道众生 他都慈悲的大圣先贤 他会诅咒人类吗 所以由此可见 现在在脚舌头 两舌恶语 这些人不是圣贤的圣子圣孙 是披着圣贤外衣的魔鬼 为什么说他们是魔鬼呢 他们有诚恨心 因为你不信仰我 因为你不恭敬我 不听我所说的 所以我诅咒你 我诚恨你 你不得好死 你们都要堕地狱 因为你们不信我 这是什么 这不是魔鬼 是什么呀 一个圣贤的教育 是无我无为的教育 无我就是 自己如太虚空 我们头上的蓝天 这个大虚空 如太虚空 如太虚空就没有自己 太虚空包容了地球 包容了太阳系 银河系 包容了三千个大千世界 这个叫太虚空 太就是极大的虚空 所以圣贤 他们证悟了什么生命实际上呢 证到这个极果了 证到这个极地了 这个极地 就是无人 无我 人无我 法无我 空明的发身见 在发身见里面 包容 慈悲一切 这个大 叫尽虚空 变法界的大 是不是 无论他有宗教信仰 还是没有宗教信仰 无论他信谁 都大慈 大悲 大爱 这是什么 这是圣贤 彻悟 宇宙实相 生命实相之后的教育 这里面没有 称恨仙 没有贪爱仙 没有鱼池仙 没有大我慢 没有怀疑 因为它是空性的明体 容纳一切的 发身 他们都证到这个极果了 所以我们道教 是关于什么的教育呢 是关于这个 空性明体 发身见的教育 这就是道体 道有没有一个体呢 有 多大呢 尽虚空 变法界 难克了整个宇宙 宇宙中所有的东西 都是道生的 所以大家要认知 什么是道教 道教不是拜拜 不是跳铜 不是这种牛鬼蛇神的东西 大行其道 不是求这个保佑 求那个保佑 你天天贪污腐败 行贵受贿 作恶多丹 然后去烧高香 祈求神明保佑 不被抓 祈求因果律 不好使 我作恶多丹 我还要抢尽 人间富贵 我作恶多丹 我将来还要去极乐世界 我作恶多丹 还要那些 要找我报仇的人 下福咒给他们 让他们不能够向我讨债 这就是什么 这是纯粹是恶魔之道 那一年我带了一个团队 五十多号人 我们去了台湾 在台湾的阿里山 有一个塔 这个塔呢 美其名誉 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 他们把阿里山里面 三千多年 甚至五千多年的 那个生命的大树 大松树 给砍伐掉 但是他日本人 是一个信神的国家 说明他又怕这些神明 山神土地 那么这些大树神 报复他们 所以他们就建了个塔 美其名誉叫安魂塔 就是把这些 他们伤害的大树神 然后给他一个安置 实际上 这个我们到那个地方以后 这个才知道 他们用了斜术斜咒 斜术斜咒 然后来禁锢这些树神 禁锢树神的目的 就是不让他们去 报仇血汉 不让他们去 报复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从人道上来讲 貌似对子孙后代好 但是从因果循环的 链条上来讲 这是人的邪恶 人的罪恶 你伤害了这些众生 还想这些众生 不按照因果循环 而永远 成缘不得邪恨 永远的怨恨的这口气 放不下 而禁锢在 一个区间里面 一个空间里面 这就是邪魔外道 这就是魔鬼 杀了人 还不让人报仇 还用咒语 把它禁锢在那个地方 永远的 在黑暗的空间里 不能却六道轮回 这就是什么 大家所说 拜神啊 信神啊 用神咒啊 所以很多人 你们现在学道 在干什么呢 就是帮助那些 作恶多端的人 继续行恶不行善 那你就是某子某孙 你失去了一个 公平公道公正 的一个公道原则 你不代表着天 你不代表着地 你不代表着天地间的 一股正气 而是助长邪气 因为他给了你红包 你收了他的好处 你就助走为虐 神哥现在道教界 从国内到国外 一片无缘瘴气 从上师到道士 为那些行贿受贿 无额不作的人 保驾护航 这不是人间正气 是邪魔之气 是魔鬼之气 因为现在没有正的宗教 无论佛家 无论道教 无论辱学 没有正的东西 缺乏一股正气凛然的东西 都是助走为虐的东西 谁给了你大红包 你就保驾护航 让那些 他伤害的众生 不能够去按照因果的规律 去讨债还债 释迦牟尼曾经说过 什么都会坏 因果不坏 你这一生这一世 你为这个邪魔 为这个恶魔 保驾护航 总有一天 你也要被因果规律 所惩罚 我来南洋之后 帮很多人解降 很多这个眼睛 看不到的世界 他们的身体 因这些眼睛 看不到的世界 被伤害的众生 百般无奈之下 到处求一不灵之下 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 寻求解决问题 那这中间 很多的人 是他的祖上 爷爷 甚至探爷爷 这一代人 从事茅山巫术 土著巫术 马来巫术 借巫术害人 因为那个人 给了他钱 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重视因果规律 而去帮了这些人 这些人得到了这些 邪术的保护 继续作恶得担 伤害更多的生命 我之前就遇到一个 是我们当地 最大的养鸡场的太太 老板的太太 已经这个肠癌 做了五次手术了 第六次又复发了 因为他家有钱 所以有个人就非得介绍我认识 师父他可以给你大红包 然后你见见他 我说我不要见 他这个帮了他 如果他的命长 然后他会杀更多的众生 然后他会杀更多的众生 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 只恶行善 神仙也难下手 帮不了他 那个人千禅万禅 一定 师父 让他见见你 好 不得已的前提下见了一下 见了一下呢 就劝他 说你已经赚了很多钱了 这辈子也花不完了 你能不能不再杀鸡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不行 我们不杀 那些要吃鸡的人 到哪儿去吃 我们是为众生杀 所以并且我们也做善事 我每个月捐一万块钱 心币出去 我也做善事 我问他 你以为你那是行善吗 你杀鸡一个月 赚一百万 杀了人家的生命 卖了人家的肉 赚了一百万 拿一万块钱 去想着买平安 我说你要忏悔 你不忏悔这个病 神仙也难下 我不忏悔 我没罪 我杀鸡没罪 我们现在还在扩大生产 我们要变成全世界 最大的杀鸡厂 你看 理智气壮 我说你已经赚了钱 这一辈子花不完了 你能不能转去做一点慈善事业 教育事业 这个摘僧 然后建庙 给大家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归宿呢 不干 我们就是要杀鸡 并且我女婿也让她回来了 儿女都是要来做杀鸡厂的负责人 最后我说 你这病对不起 我治不了 我无能 我治不了 最后她给我红包 我说 你的钱我不收 她说 怎么可以不收呢 我给你来问事了 你这个总要收一些 我说 对不起 你这个钱我没命花 我不敢要 就没收她的红包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这个灾难可太大了 我不敢要 你不受我的教化 你恶魔般的一个心态 你立以为 你这是这样的 拿众生的命来换钱 是合理合法的 这跟圣贤教育 大响径庭 可生命实际上是向违背的呀 因为你的灵魂是不死的 你一定会有下一生 甚至更多后面的生死轮回 你不要你以为 只有这一生富贵 就完事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无道之财分文不取 这是个圆子 很多大官 全高位重 后来 纷纷跑到监狱里去 享福了 一抄家 一千个亿人币 一百个亿人币 十亿人民币 你要这些钱干什么呢 最可怜的是一个贪官 从他家里抄出两个都亿人币 结果这个老兄 连一辆汽车都不买 天天骑着自行车上班 衣服还穿破烂衣服 从来不买一个好衣服穿 后来这个基检委的人 把他抓了以后问他 那你要钱干什么 这个要钱就是好看 不敢花 还花了杯人茶 那你这个要钱干什么 不是直接就是堕落吗 你留着钱去堕落吗 没有智慧啊 人一辈子能吃能喝花多少钱 你攒那么多钱干什么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就是我们今天很有必要 关于什么是道教 什么是真正的道德学文 道德教育 来一股清风 来一股正气 让大家知道 不是拜拜 不是求求 是好自为之 你的福德是你自己得来的 你的幸福是自己赚来的 你未来在下一世中 能够过上富贵日子 过上好日子 是因为你今生种下了善因 来世得了善果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文化 不相信有来世 不相信有前生 这是因为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关于生死实相的教育 丢失的原因 也是丢失了祖根文化的原因 这种文化不是某个人创立的 祖树摇顺 是列祖列宗通过口耳相传 从皇帝时期 老子时期 姚孙宇的圣贤时期 乃至推到七千五百年前的福西时期 关于天道实相的一个描述 叫祖树 祖根那个地方描述下来的 这是谁说的话呢 孔子说的话 孔子有教无力 什么人都教育 他所用来教育的东西 是不是孔子的东西 孔子说 从来树而不言 描述 他永远都是描述 树而不做 没有自己的创造和创作 今天有一些人大胆地喊 改佛经 改道经 自创自己的经典 自创自己的门户 门派 胡说八道一大通 真正的祖树摇顺 祖树 福西 祖树黄老的 中华优秀的传承者 从来不敢创造自己的东西 凡是敢创造的 都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 就是张狂 我们对这个宇宙 实相只有发现 地球为着太阳转 只是发现 不是因为你 让地球围着太阳转的 就是很多人张牙雾爪 说我发明 我创造 实际上你只不过是对 客观存在的东西 发现了而已 不是因为你这个东西 是这样存在的 所以今天的人类 失去了一个谦卑 失去了一个忘我 张牙舞爪 魔性张牙 敢创天 敢立地 敢自封为王 敢自封为圣 这就是今天 乌原瘴气的 中华文化 我们继续要通过 回归 道的 实相的教育 回到 祖上 对这个实相的描述 今天科学家在2013年 已经对新的科学发现 进行了描述 这个描述说了什么问题呢 他说 4%的存在 是可以被科学 被我们的牙耳鼻蚀深夜 来捕捉到和加以描述的 有96%的真实存在 是属于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 这个真实存在 占的比例数占了96% 那这个96%的真实存在 科学是不能描述的 人的牙耳鼻蚀深夜 是无法捕捉的 这就叫 古代师父们 在传承中 所提到的 隐态世界 隐是隐藏 胎是状态 以隐藏状态 真实存在的世界 所以我们 一阴一阳为之道 这是福西士所说的 一阴一阳为之道 那么在道文化里面 既有阴的 又有阳的 阴的是隐态状态存在的 阳的是显态状态存在的 是可以被科学 现代科学加以描述的 科学在发展 这个隐态世界 不见得永远不被发现 永远不被描述 我们期待着科学家的努力 把这个世界 展现给人类看 不是说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展现的 我们今天的科学 一日千里地发展着 量子 量子纠缠 量子常论 量子科技 已经突破了 大量传统的思维 传统的科技手段 给我们带来了曙光 我们拭目以待 将来会有更多的科学发现 把这个96%的世界 真相映现在 人们的面前 这是我们的期待 但是 从古到今 是不是这个隐态世界 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从来没有人去描述过 no 答案是no 什么叫圣人 圣人是通达了阴阳的人 他是和宇宙中真实存在的六道空间 四圣法界能够打交道的人 耶稣是这样的人 老子是这样的人 释迦牟尼是这样的人 道教的创始人 道灵祖师是这样的人 这些人 他是和六道生命打交道的人 所以叫圣人 什么是凡夫 凡夫就是只是在物质世界里 追逐财色明师睡的人 在这个命题下 我们今天圣贤少之又少 凡夫多之又多 这是大家应该看到的事实真相 我们进行道的教育 大众通过道的学习 要认知阴阳两个世界 对物质世界 要有充分的学习知识的进步 对隐态世界 这个阴的世界 我们要学习圣贤的技术方法 然后能够通达 能够和这里面的众生 生命体去真实地打交道 那么人 是大还是小 今天的人类追逐物质 追逐4%的世界 这叫小人 你大能探到哪里去 这个宇宙的实相 是占了96%的 隐态世界 暗物质世界 按能量充斥其间的 按空间 你都不能去打交道 你不能去使用 你只能用4% 你大到哪里去 所以古人叫大人和小人的学问 我们今天 实数教育 是教给我们每一个人 怎么做小人的学问 你要怎么满足自己的欲望 你怎么要自己有钱 怎么能把别人的钱 骗到自己的口袋里 怎么自己富贵 让别人贫寒 怎么样在股票上割韭菜 收割别人的财富 这都是小人的学问 大人的学问 又叫君子的学问 君子坦荡荡 坦荡荡到什么程度 近虚空变法界 超过太阳系 超过银河系 超过141年宇宙的学问 三千个大千世界的学问 不仅仅是宰相 度里能成船的学问 而是能装天下 装宇宙 装三千个大千世界的学问 这是大人的学问 这是君子的学问 在这样的思想境界下 你不会顾忌 个人的得失 而是胸态天下 胸态宇宙 胸态 法界三千个大千世界 这叫圣人 所以我们道的教育 是这样的一个教育 让我们学会 怎么样去和地狱界的众生打交道 怎么和恶鬼道的众生打交道 怎么和畜生道 人鬼道的众生打交道 当然包括了和人怎么打交道 和阿修罗剑 和天道 怎么以和为贵 和平共处的学问 这是道真实的教育 这个创始于道灵祖师 叫张天师 张道灵 办学开始从事这些教育 包括了怎么四奉鬼神 四奉亡魂 我们为什么人间 中华文化有四大祭祖日 清明 中原 重阳 冬至 借着天地 和的 这样一个时间 在我们特定的空间里 对亡灵 灵魂体 魂神 进行四奉和供养 以安其神 以为其魂 之前讲课给大家讲了 我们人有三魂气魄 当我们死的时候 天魂地魂 会结合在一体 寻找新的父母 到下一个时间空间里面 去转生轮回 还有一个守施鬼 守施魂 不会走 会在骨灰 现在的骨灰 过去的尸体上 叫守施魂 守施鬼 那么他已经不能有生产力了 不能一个有财富的获得 钱了 为什么人是尊贵的 人都有这些能力 他没有了 他只是鬼道众生 他靠生人 活着的人 供养 供奉他们 把有形的东西 烧了以后 化给他们 他们才会再拥有 这就是我们古代传承 用金纸银纸 用各种各样的祭祀物 把它焚烧 填埋 用水化掉 这种整整的 种种种的方式 转换成能量 这个能量可以守恒 能量不灭 能量可以转化东西 这个显态世界 这个有形的东西没有了 转化成无形世界的 无形的有 这叫妙有 那么来供奉 王魂 除了供奉 这个守屎鬼之外 祭祀这个守屎鬼之外 那么还要重视 上一世 自己列祖列宗 自己的亲人 上一世的天魂地魂 再结合的新的圣命体 它过得是否好 如果在三恶道中 还要借助法师的力量 借助法会圣众的力量 然后是王魂的超生 这个超生不是守屎鬼 是天魂地魂 转世轮回到三恶道里的 新的生命体 虽然他这一世 不是你的什么亲人 但是天魂地魂 是你上一世 亲人的天魂地魂 跟你有基因的纠缠 有量子的纠缠 守屎鬼 上面有基因 我们知道今天 三千年前的木乃伊 科学家都可以提取基因 加以研究 那么只要有骨 胃窟 哪怕是在骨灰 里面的一点骨胃窟 那么都可以 传载基因 携带基因 基因是一个运动 波动着的链条 这个波动的链条 和谁携带着同样基因的众生 会产生量子纠缠 你这里过得好 他那里会好 他那里过得不好 你这里也过得不好 所以是古代重视 孝道文化 孝道文化 真正的受益人 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因为祖先通过你的供奉 你的烧化物供养他 他在那过得是富贵荣华的日子 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着的世界 所以是他好 你也好 就这样子纠缠吗 他不好 你也不好 前两天 来那位求法的人 他的先生自杀死了 从他先生自杀死到现在几年了 家里是阴阳麻烦 一切都不纯 他说我也找人超度了 我说你找的是演员 他说什么叫演员 我说你找的是演观音 是因菩萨的演员 你在戏台上看人家 穿着观音的衣服 拿着观音的镜瓶 洒着观音的镜水 那是真观音吗 那是假的 那就演员 今天的很多道场 不叫道场 叫邪魔道场 为什么是邪魔道场 骗人的 蒙人的 装神弄鬼的 他不是观音 他不是佛陀 不是天尊 不是三清圣祖的道场 不是正道场 他只是半 假装弄个观音像在哪 半观音 演观音 他可能是一个狐狸精 可能是一个蟒蛇精 但他都是六道中 很低级的精怪 他怎么 他自己都度不了自己 他怎么能帮你度你的王者 所以你在做多少次的超度 都是假的 都是没有用的 那么横死众生 每七天需要再死一次 并且在凶恶的恶鬼道中 阴阳界不能够 上不能够来阳间转世轮回 下不能够去地府 接受阎王的安排 不能去转轮殿 参与下一生的生命的历程 很痛苦 这种痛苦 通过量子纠缠 给活着的太太 或者活着的丈夫 给活着的父母 给活着的孩子 都是带来的痛苦 因为他痛不愈生 生不能生 转世不能 死 极端的痛苦 这个叫亡灵 这个牵连 亡魂千连恶 叫复连恶 复合在一块的恶难 所以不把亡者 亲人的亡灵安度好 家宅不宁啊 这是大家要重视 这是什么 这是真实相 不是你相信就有 不相信就没有的 我昨天还接了一个 加拿大的语言 绝对的无神论者 他就是活着见鬼的人 真见 真见他一直不信 结果有一次晚上 他在恍惚惚惚中 看见一个鬼 爬在他额头上 这个咬他这个额头 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挣扎着 然后这个 把他驱赶 驱赶了那个鬼 还跑到外面去 在那 嘿嘿嘿 笑话他 他听到这个声音 再一照镜的 我的妈 这里全是红肿的 全是红肿的 他说 吓死我了 吓死我 不相信吗 自己不相信 这是真有 你不信能行吗 这是大家 不要执着 千万不能执着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这种凶恶的鬼 作用你的时候 受爱的是你自己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的人跟我斗气 师父我就不相信 我说 我也 我说你个倒霉蛋 是吗 我相信 我会自己保护自己 我想尽一切办法 保护自己 你不相信 你不是你自己倒霉 该师父批事 师父受什么害了 苦的是你 怎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在呢 我不相信 你看我气死你 师父我气死你 我就不相信 你说啥我就不相信 信为功德 圣贤教育 就是这样的教育 让你起信的教育 生信的教育 不是信常不生 不是信圣贤 是圣贤让你信实相 这是个六道 共生的一个空间 你和六道众生 因量子纠缠 基因连接 基因纠缠 是分不清 理还烂的关系 你还不去理它 那就更乱 你不搭理它 就更乱 所以有些人 吝啬鬼 不是没有钱 就是不祭祖 为什么不祭祖 吝啬鬼嘛 守财奴嘛 舍不得嘛 这些根不相信嘛 所以你要富贵嘛 你让你的祖先 天天哀恶 列祖列宗天天哀恶 变成孤魂野鬼 无死孤魂 你怎么可能好 你告诉我 你即便大富大贵的 也瞬间就倒霉了 一无所有了 因为你和祖先的链条 被你剪断了 我们人无非之 活在一个纠缠的链中 一张网中 你一个链条 一个链条的剪断 你就变成孤家寡人了 就变成孤魂野鬼了 你也就开始贫寒贫奸 没有缘 善缘 没有善的连接 善的支撑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 有两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 一种是列祖列宗 积累的 几千年 上万年 甚至更久远的连接的力量 比你一生的力量大了很多 然后我自己的经验 包括我们这个发展企业中 我修了这个 我探爷爷的祖坟之后 不是我修 是我劝我爸修 我爸这个听我讲课 讲到这个爷爷会影响孙子 他就把我爷爷的坟修了 也是他爸爸的坟 有一年我回到老家的时候 我看到我这个爷爷旁边还有一窟坟 塌了 你爸也没修也没塌了 我就问我爸 我说这窟坟这是谁 他说这窟坟是我的爷爷 是你的这个太爷爷 我说爸不行啊 我爷爷奶奶住豪宅 我说这个太爷爷 这个房子都破了 你怎么不跟他修 哎呀我们这一代人 你不是说会隔代影响吗 我们这一代人 已经八十多了 七十多了 死都死了 也没剩几个 无所谓了 只要是你们好 这个隔代影响 我把你爷你奶的坟修了 影响到你们这个哥几个 我们兄弟三个 好 还有我叔叔什么 还有我们堂兄堂弟 十几个人 影响到他们都好 我们就心安了 我们都要死的人了 不用修 我说爸呀 你这是犯糊涂账啊 你说这个太爷爷不好 我爷能好吗 这不有情因连接吗 我爷不好 你不好 我能好吗 这不一连串的吗 中间正有一个污点 长了个肿瘤 或者长了一个塌陷 那个不顺呢 哎呀好好好 修吧 我说我出钱 你要是不舍得 我这个孙子 太孙子 出钱 不用 这事我干 老爷子修了 修了 修了我记得 我当时跟你们讲了 那个是我们在沟登谷 拿到第一个 有地地产的 那个药池的时候 就是我当天拿到药池 我爸爸从中国打来电话 说 你太爷的坟今天修好了 你看你们都没有掌声 说是墓障 墓拿着 没有智慧 你们的太爷爷 你们理了没有 你们的爷爷 你们理了没有 你们有的父亲走了 母亲走了 你们安置好了没有 不管 自私自利 令死鬼 守财奴 什么花一点钱就心疼 那我们家族就赚 那都不花钱 我花钱 我爸修我爷爷的坟的时候 他说不用你出钱 他自己出钱 他没有跟他兄弟姐妹 要一份钱 修他爷爷的坟的时候 也没有跟兄弟姐妹 要一份钱 那么结果是什么 我是他的长子 我是我堂兄弟 包括亲兄妹中最荣耀的人 这个现在你们都 吹捧我为大师嘛 是不是挺荣耀 你掌声一下 社会地位也起来了 最近我也是 这个因为工作需要 换了豪宅了 这个房子也荣耀起来了 自己在社会中 这个交往的富豪 几乎最近建的都是 顶级的 亿万级的富豪 太多了 社会地位 也就改变了 朋友圈也改变了 舍得舍得 我向来在我们的 OSS这个平台上 我是最大的工作主 每一次法会 我一定把头筹 你们给两千 我给三千 你们给三千 我给四千 我们从来没有 吝啬过这份钱 什么道理 我们懂这个道理 舍得舍得 通过这个舍 得到的 但是你不是为了 这个得到 就是做样子 给你们看 师父来南洋 飘灵 什么都没带来 带来了祖先 带来了传统文化 如始到的根 那么我去践行这个根 师父们教了我 我去实现 实践 实验 证明给你们看 我教学八年来 要什么都有了 老天又多给了我四个孩子 然后住上了豪宅 衣食不缺 什么都不缺 走到哪里受人攻击 这是什么 我不是你们南洋人 我是一个外乡人 不仅我 我们逢是 四奉神明的 全程四奉的人 你们看看 都是大富大贵的人 你们在南洋 走走看看 豪宅外面 放着天空炉 屋子里面摆着观音 供着福德正神 供着土地的 没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百分之八十是华人 新加坡 华人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信 拜神的 信如实道的 不是搞宗教的 是真正虔诚 全心虔意 供养神明的 哪个都好了 就是你们这些吝啬鬼 不想点一盏灯 不想上一炷香 法会中 打着小蒜盆 劈了把他算 算出五十块钱 算是十块钱 拿去做法会的人 还在贫固中 我带着土地中 逢是跟着 勇往之前的 好几个都是 欠债累累的 人家现在都大富大贵的 凭什么 神明的力量 祖先的力量 神明的力量 你们不相信 祖先的力量 也不相信 就是个自私自利 就是个舍不得 就是个守财奴 就是个吝啬鬼啊 所以你们学的是 小人的学问 是华人的 乃至于真正觉醒的洋人 我们这也有洋人学生 要做道的学生 跟师父学这种教育 去践行这种教育 人是不是小人 人不是小人 为什么不是小人 老子在道德经 或者这个德道经中 告诉我们 天大地大 道大人一大 道大天大地大 人一大 地有多大 地球 地球 你现在我们一个小小的人 在地球 地有多大 你现在知道 一眼望不到边 这就地大 天大你仰望星空 天没有边 天大 比天比地还大的是道 尽虚空 变法界 无处不适 道生得养天地人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弃成之 这个宇宙中 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乃至更多的 像一百四十亿年宇宙的宇宙 都是道生的 都是这个虚无的 空明的 法身 生出来的 这是佛家的语言 它是空 它是明 它能生万物 万物都是 寄着它而生的 这就是道体 它大 还有一个人一大 你大吗 你大吗 在点头 胡说八道啥 你照着镜子 你大吗 你就那么个小人 成绩量两米高 这就算很高的人了 就那么大点 你大吗 不大 不大是因为 你把它做小了 你为什么把自己做小了 你以为这个躯壳是你 你不知道 正是这个躯壳 把你给做小了 你自己跑到这个小躯壳里面了 跑到蜗牛尖里面去了 跑到蚂蚁身上去了 跑到细菌身上去了 你越来越小 为什么我们小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只是个壳 这根本就不是你 你是谁 你是谁 这不是你 这是你待的地方 是个房子 那么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道 你是道体 大 尽虚空 便发现 小你可以去蜗牛里面做道场 可以去蚂蚁肚子里做道场 可以到细菌里面做道场 哪如小 比戒子还小 比戒子的百万分之一还小 是个量子 我们是什么 我们就是这个空和明的体 这是我们的发生 这是我们的道体 你要认知这是你自己 在我们道文化中 这是你的真我 这个肉身之我是假我 戒甲修里面的那个针 叫戒甲修针 只不过是把这个身体 做了个气囊 做了个气壳 装进去 我们在大马路上看到的汽车 那个汽车不是主人 汽车是主人的汽车 是里面的那个驾驶员才是主人 外面的汽车壳它不是个主人 我们人体这个壳 这个囊 这个皮囊 就是汽车那个壳 在这个皮囊里面 确实的你的眼睛会动 耳朵会听 身体能够走 手能够抓东西 脚能够跑的那个 是你的真主人 是真我 真我无我 是怕你执着 这个真我有相 真我无相 是空 是明 是无相之相 无相之相正是道体 可以生万象 可以生天生地 生人生虫 生六道众生体 你要知道这是你 这个你大不大呀 这个你大 因为它和法界道体 同一身体 装天装地 装宇宙 装众手 这是你的本体 也是我的本体 也是所有圣贤的本体 也是所有众生的本体 这个体大 这就是人 一大 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一大 很多人以为人一大 人是宇宙的主宰 猪我要杀就杀 牛我要宰就宰 蚂蚁我要踩死就踩死 因为人一大嘛 我是老天爷 我跟道一样 我跟天一样 我跟地 你是魔 有我之大是魔 无我 空且明 大是佛 你们做的是 魔子魔孙 就是自己 大我慢 我的法门是好的 我的宗教是好的 我的老师是好的 然后实际上 你是个大我慢 是魔鬼 是魔障 你要真大 你要真大 无我 空且明 发身 见 道体 为大 这叫人一大 这是真正的 人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都不是人 是魔鬼 因为有我 我慢 我大 老子了不得 这叫魔障 你不是个人 你是个魔鬼 甚至被你影响的人 都承受着你的魔鬼的力量 被你这个魔鬼在伤害着 你在伤害着身边的一切的众生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 为了满足自己的财色 明师税的所得 伤害其他的众生 你是魔鬼 你不是真正的道者 你不是一个真正学佛的人 你不是一个真正修圣道的人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认知自己是谁 不要再做小人 不要再做魔鬼 去伤害别人 伤害六道众生 这个大我慢魔 《愣言经》中讲的 五是阴魔 慢魔 其中五类阴魔里面 大我慢魔 占了十类 这个粗分十类 细分百类 再细分数不清楚的内边 无形中的大我慢 我们 我教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我的帮派就是最好的 我教的是最正的 这一个我放不下 什么都里面有我 就是大我慢 就是魔鬼 就是邪魔外道 打着佛家的旗号 也是邪魔外道 打着道家的旗号 也是邪魔外道 打着耶稣基督的名义 也是邪魔外道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什么是真正的道教 道是无我的教育 道是无为的教育 不是现在你们所学的 张扬跋扈的道教 自己能够主掌天地的道教 这都是我慢魔 夫带大将拙折 稀有不伤其手也 天要惩罚一个人 惩罚一个众生 是天去惩罚 不是你替天行道 地要惩罚一个众生 是地大地的责任 不是你替地行道 所以我们道者 就是要随时随地 保持在一种 空明状态里的人 就是空空如也 在空空如也里面 而生真心真意 诸恶不作 众善奉行 这就是空色 我们为什么要在空中 生心 生真心 生真意 我们在空里面 我大了 你现在是近虚空变法界的 这么一个巨大体了 你想 帮助众生 所以是 你现在化身为人 这叫 儿生其心 心意为人 着在人的形象中 你这一辈子化身为人 这是化身 这是化身 只不过你这个化身 来到人间迷了 以为要做人 就要享乐 做人就要贪嗔吃一碗 就要财色明实睡 因为你这个化身 你这个化身 堕落了 下辈子可能 人身都不得了 有一些化身为人的人 来了 绝了 绝了自己是化身 绝了我在人世间 我要空碑 我要空碑才是大碑 空碑是在空性明体里面 对所有众生 对六道众生 一切都要碑的大碑 不是空空的碑 不是 是大碑 是空明里面 显化的 无所不碑 叫空碑 叫大碑 这个大碑 要有个体去做 这个体去做 用什么体 所以是用空色 用你的肉身 承载着空明去做 事情是化身见 是化身做 你的肉身 变成了报身佛 变成了报身菩萨 就是你一念空明无我 而立他 你这个就是空色 你一念执着于我 执着于贪嗔痴一慢 你就是磨 你就不是报身 你是堕落在六道磨里面的磨身 你空空明明中 享受着富且贵 你就是天身 你 你的化身变成衬恨心 你里面承载着衬恨心 你就是恶鬼 你的肉身承载着极大的痛苦 哀嚎 你就是地狱的众生 你有的是钱 你还天天地衬恨 你是阿修罗身 就是一个人身 一个化身 在非报身的前提下 你是六道身 在人间的展现 都可以展现 我之前给大家讲 台湾的一个可怜的众生 天天爱好 是人呢 但是他在受着什么样的苦啊 地狱里的煎熬 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谁也提不了 家人着急 也提不了 那家人来信问我 师父啊 赶紧帮他解脱 我说你劝他 他账上还有点存款 把他捐了 你让他留着钱呢 人家就来讨那个债 你把那个钱捐了 就没钱给人家了 他就不再要你这个肉体了 不捐 要死了 不捐 然后妹妹急了 说师父我替他捐 我说行 因为他替的捐是 他替他做福的 做功的 而我不能拦截 但是你不捐 你还舍不得 到最后要死了 你还舍不得 对不起 那你就用这个行神 受极大的折磨 什么时间折磨 花医药费 花什么 把最后那一点钱花光了 死了 没得讨了 跟肉身讨不到东西 吃不进饭 我说不吃 不吃 你吃你就饿死了 不吃就不添音了 不行 我饿啊 我馋啊 我想吃 不能为力 师父是谁 只能指导你方法 你们一个人身 你觉得是个人身 你是六道身的画线 在人间的画线 只不过借你这个 肢肉体身 展现 展现 那天来的一个同修 跟我说 师父 我不要钱 我发现 有钱人 没几个过得好的 我说你真聪明 为什么 这个有钱人 夫妻为了争财产 离婚 打的是天昏地暗 无非是 你少给了我一万 少给五千 我都不干 有钱没 有 过得什么日子 阿修罗 天天受折磨 你这是过得富豪日子 过得天日子 不是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修道在人间 你自己 有没有真实的 觉悟自己的发生见 觉悟自己是个道体 觉悟了自己道体 你还要用人身传道 这就是再道之气 你就出了六道 你不享受天人的福 你不享受阿修罗的称恨 你不具备这样的称恨 你不具备人间的贪婪 不具备恶鬼道的饥饿的知苦 不具备地狱的疼痛之苦 不具备畜生道的愚昧 你天天是一个觉者 你就已经出了六道了 不是吗 你就是报身成就了 你至少是个阿老汉嘛 你如果再发空悲心 大悲心周转 用此肉身度众生 你就是个行道的菩萨嘛 这不就是都是一个人的身体 展现不同 你如果真能突破 你人的狭小的小人之念 小人之间 你可以做天生吗 能吗 说师父我可以想象 我是个天人 我巨大身 是人行邪道 怎么说 是人行邪道 你用想象 在演戏 在装 装天人 假的 好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视 九九重阳 这九天的修道和修法 你真要做天生 你需要借这九颗星 用自己的近虚空 变法界的五亮光 一念间 借助这九颗星 重组一个天生 你要来人间弘道 你必须借着这个 有脊椎骨 有五脏六腑 有形体的肉身来弘道 你要做一个天生 你是不是也要 借物显灵啊 Yes 你借什么物 借大雄星座 小雄星座的北极星 加上一个刚斗七星 和两个暗星 北斗九星 北斗景星组成一个身体 变成了天人神 真神 真神 这就是天生 这就是天生 所以复物显灵 告诉我们 大家看大屏幕 这张图谱 就是你要在天界显天生 超越太阳系 银河系 在宇宙中显极大天生 这个骨架子 就是北斗九星 你的真心 必须放在北极星 就是一个道文化 何以了得 何其了得 大家是太不珍惜了 我们此文化 我们此文化传承五千年 但是历代师父 偶心率选择 选择传承人 而不丢 什么原因 就是让大家 借此一抱身 定当成佛道 人生极其难得 今一得之 莫忘用 不要糊乱地起用 大家看我们修 北斗七星灯法的时候 可以延伸解命 那么 内七灯 弹中 天幕 泥丸 这个甲极 命门 这个下丹田 还有 这个海底轮 不是 这个生发宫 生发宫 女的子宫口 男的前列线 升起的这个灯 那么北极 在自己的黄庭 巨门和贪狼 和连珍星灯命门 三点连线的中间 也就在 贪狼星灯 和连珍星灯的 横线的中段 就是你的黄庭 就是北极星 就是天心为北极 人心为黄庭 一点不死明 所以我们人身 也是内七星 因为人是一个小宇宙 和天身浓缩而成的 所以在这个 《太上玄陵北斗本命延伸真经》中讲 我们北斗才是给你命的 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人是宇宙的小缩 人体内有北斗七星 有南斗六星 东斗三星 四斗四星 中斗五星 北极一星 天心 这是人是天身的素影 这叫天人合一 那么你们修到今天 下一步从空明法要修空色法 你必须在宇宙 身外的宇宙 去修一个天身 借用什么东西 来了 这是久久重阳 回家 登高远望 是离开自己的肉体 到头顶之上 回到法界去登高 然后变成北斗九星 为自己的身体来妄下远望 现在明白了吗 哪是你们在活在自己一个臭皮囊里面 小肚鸡肠的我想得大道的 妄想之心 所以是自己要修一个天身 非得从肉壳中 把自己的真我明空之体释放出去 这个叫恋神还须之招 不能再灼在肉身中 还须之后 虚无所处 就没有妙用 虚有所处 我要化在北斗九黄和天心北己 为体 听明白了吗 就是很多人不重视 哎呀又是一个结 哎呀又是什么东西 哎呀不过是这样的 不过又是师父想骗钱的招 对不起 你还是留着你的钱去堕落吧 钱这个玩意害人惊 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 你舍不得孩子做不成仙 舍不得金钱 就刚才台湾这位同秀一样 你已经是不能吃不能喝了 下不了床了 你还要着那点钱干什么 你还舍不得那点钱干什么 舍干净了走人呢 为什么不去做啊 还要挂念着 还要想着死了还在用这个钱 所以是大家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有痛苦 舍不得钱财 舍不得名利 无非一个财呀 色啊 明啊 吃啊 睡啊 舍了就没有地狱了 只有天堂了 恋神还须了 到太虚空去 以星辰为题 到了北斗七星化成 北斗真元君 到了东斗化成东斗真元君 到了西斗化成西斗真元君 到南斗化成南斗星元君 到中斗为中天星元君 自己就成天神天神了 那何其自在 何其伟大 聚在自己的入壳身里 你何其的北伟北小 变成小人 所以说古代一个恋神还须的招 是要破此身体的舒服 回归天界修炼 通道在哪里 这个北斗七星里面 有一个门叫什么门呢 什么门呢 锯门呢 所以是为什么让大家 一定要用词 保月轮出去呢 从月轮中出去的就是真 从大脑中想象的出去的 就是假 一假就一切假呀 我们从开始教学到现在 一直强调止观止观止观 你们用了吗 最近又教了你们月轮 菩萨 良月 菩萨 宝月 用了吗 明明明这是真实菩提心 你就不用真实菩提心 你就用假的 三摩地 用大脑袋拼命地想想想 北斗七星 明明明明告诉你有个巨门呢 你要从此门才能巨大呀 才能变天生啊 今天正法跟邪法只有一点点差距 会不会用此保月轮呢 在法本上都一样 要化成什么 要怎么样 空性已成 空性已成之前的 怎么修这个空性 没讲啊 但是师父领进门 就在修进门进门 聚门进去 就是修慈宝月论 你们修了吗 练了吗 有几个真正重视的 师父也教这个法 网络上也有很多 很多上师也教这个法 让我们装观音 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观音 想着自己是观音 这是什么正道 人间正道是桑桑 只有一门是正法 就是宝月轮 明空之法 入门之法 从此门 拒门进去 练神环须 以心体 为 结构点 做成自己的脊椎骨 做成自己的三台 中台 上台 下丹田 三丹田 上中下 三丹田 自己的胸骨 脊椎骨 自己的胜发功 自己的 下面的 这个上面的 所有的这个结构体 以七星 九星 为 两个隐星 为左右肾 在天上 形成了 天身 五脏 六腹 三滩田 为三台 为脊椎骨 为胸骨 有了骨架子 有了五脏 然后 天身形成 天身 巨大神 可以立得 整个 被大雄星座 小雄星座 难过的宇宙 远远超过了银河系 所以是 大家都懂得 巨大天身 有用 叫修天身 你没有修成 罗汉身 菩萨身 要修天身 怎么修 怎么修 今天给你们解密 这本来都是空色 课程中的内容 要重视 全息连接 和什么连接 你们体内 练七星的地方 都是大翘穴 都要生热 生暖 生热 生暖之后 觉得那里热了 不是想象的热 是灵觉 是圆明 灵觉 圆明 就是真我 灵觉 圆明 就是真神 真神 这个在心脏 叫心神 在肺脏 叫肺神 在北斗 九星 为九黄 现在明白了吗 一个精气神 何以了得 精气神 为三宝 何以了得 日月星三光 为天之三宝 又何以了得 你以此 北斗九黄 这心体 为自己的 天生结构体 以日月为目 以自己的 这个 日月星的心 为北极 这多厉害啊 所以 大家要知道 我们 讲到 四年级 没讲完 五年级的 更高层次的 炼神环须之道 是要用空色的 空色 不是凭空的想象 是凭借着 宇宙的 物 要在于物也 借物 显灵也 没有这些物 你哪有 真实的天生 所以你真正的天生 里面是 北斗九黄 三台真君 这是天生之神明 在你自己的 真灵 圆决 心的 真意 真念之下 力的 力的 有情 你是用巨大的 天生 来力的 更多的 有情 不是因此 弱小的 肉身在人间 接度你 这么几个 兄弟姐妹 父母 亲人 而是要到天中 度天人 度天神 度神明 天有 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说是广大 圆满 此天之修 非得 甲界 北极 甲界 北斗九黄 乃至未来 要让你们 他刚步斗 要和东斗 西斗 南斗 北斗 中斗 相合 真正的天人 合 你是不是 这个肉身 不是 肉身里面的 那个真正的 驾驶员 它是圆明 圆绝 是他 在用你的肉身 圆明 圆绝 不绝了 迷了 你就是个凡夫 你就被 财色 明尸碎 地狱五条根 牵扯着 堕到地狱去 堕到 六岛 轮回里面去 你只有 抛下这个肉身 身见无我 知见无我 这个肉身 不是你 你周围的环境 牵扯不到你 扯不住你 不能 祭绊你 你可以自由自在地 皇归天身 这是道教文化中的 核心 天人 合一文化 有这样的一个气势 地上的那些牛鬼蛇神 算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他见了你 怕死了 吓死了 你可以行雷霆之事 眼睛一睁 两个闪电出去了 耳朵的气忘了一贯 雷声出去了 雷电 你气势咔嚓的 这些邪灵 哪一个敢弄你 你告诉我 这叫大人之学问 这叫明明德 大学之道 是大人的学问的道 大人的学问就是回归道 叫大学之道 核心在明 明德 你原本是透明的 空性明体 你要使空性明体再明起来 才能行大人之道 行此大人之道 在人间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止于至善 主我不做 众圣奉行 所以你以为 辱学那么简单 你以为大学中庸 那么简单 现在的教授们 现在的学者们 通通是无言张气 小人之学问也 哪有大学之道 如是道 一片无言张气 连佛家的很多法师 讲经说法 自私自利 自己觉得自己的门牌好 自己觉得自己的身头好 自己觉得自己讲得好 自己就是代表佛陀 这个有我是大我慢魔 你是魔头啊 你身头再大 是个大魔头啊 你组织再庞大 也是个大魔头啊 哪里可以有我 无我是佛教 无为是佛教 要修空明之发身见 修空色之报身 修空碑之化身 化身无量度众生 要真实的得法 真修实证 真正的炼神还须 再把整个须 融入道中 叫炼须和道 最后把整个道 再回归肉身 叫炼道归真 所以大家不要自满 以为跟师父学了几年 这就了不得 你就讲完了吗 讲完了吗 释迦牟尼讲四十九年 讲完了吗 无量智慧 法门无量誓言学 佛道无上誓言成 你有我就有自满 就有骄傲 无我 就是一个无量 什么都是无量 学无量 修无量 炼无量 这就对了 所以是不要自满 很多人 这个话题师父之前讲过了 我不要来捧场了 我不要来听了 小人也 小亮也 对我也没什么伤害 重阳祖师很厉害 也就度了七个人 我不厉害 我可能度一个就够了 一个成就了 我也就可以走了 一个没成就的 我不敢走 因为祖师教的家业 会断了法脉 有一个成就了 可能那就是我的缘 历代祖师从禅宗 都是六祖之前 都是丹麦相传 都是度一个 我在等着你们中间 某个人成就 那个人一定是没有自己 一定是要无我 无为 以近虚空变法 皆知三千大千世界为体的人 而不是小肚鸡肠 贪财 贪恋这个世间一切的人 所以是修一个天生 要借北斗九皇之力 借北斗九星之力 要跟他相应 相应你才能够有感应 才能有作用 人家这些北斗九皇神君 才允许你跟他不二 你连一个镜子都没有 连一个尊字都没有 你就想去霸占人间的人生吗 霸占人间的躯壳吗 使用人间的心味吗 人家的心味 那个位置凭什么让给你啊 不是因为你是无量天尊吗 不是因为你是无量光明吗 他当然就喜欢 你想你以一个私我之心去占他 占有他 拥有他 你那点力量 不是分分秒秒被人家收拾了吗 这是人呢 人是不能成道的 人是可以修而成道的 执着自己人的余念 执着人的境界 执着人的享受 乐得做人的人是不能成道的 人不非是六道轮回的一个种子 你如果甘愿在人间 为财 为色 为名 为实 为税 去努力 那你称其量是一个 人间的一个人而已啊 所以大众要精醒 道文化是回归道 回归真 所以我们叫修真 前面要求真 修真 炼真 最后是成真 成真 你就成道了 成道了 你就成佛了 道即佛也 佛即道也 无非是言语上的问题 我们说水的时候 人家说water water即是水 水即water 佛即是道 道即是佛 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所以我们今天要惊醒 借着北斗九皇的场 破了自己的小我 破了自己的这个小身 我们做一个天人神 做一个大天人 和天上的众星君 共和地帮助苦难众生 你们现在是一个普通百姓 当你们成为一个部长的时候 你就可以立了更多的众生 当你成为一个总理的时候 你更可以立了全国的众生 否则你只是个家长的时候 你只能立了你家的众生 虽然我们是人中的帝王 只能立了人间的众生 我们如果是天上的神君 你就可以立了普天之下的众生 这里面你如果有了 北斗九皇 做架构的山 这个大天山 你可以立了银河系 无数个太阳系 那就包括了数不清的地球的 数不清的各数的地球的众生 这样你才能有机会 功德圆满 此生成道 此生成佛 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个一个 北斗九皇的圣诞要过好 从初一到初九 功德人员组织好 我们有一个太上玄陵道观 这个经叫 太上玄陵北斗真经 我们组织九天 每天一个固定时间段 来诵经 诵经朝真 然后谁来 谁越来就来 不勉强 怕死的不要来 这个疫情严重 怕死什么 不要来 你一定会不死的 你好好待在家里 绝对不死的 不用来 不怕死的可以来 你为度众生 死在度众生的事业中 你功德无量 不要以为来这儿只是上学 来这儿只是参加了个法会 你是来度众生 不是来为自己的 所以有一个你们就一个送 有两个就两个人送 没有人就录音机自己送 我们也有办法 所以每天这个精神不大 固定时间 诵读 北斗真经 那么如果你真正是 愿意和九读 这个北斗九皇结缘 和太 这个这个 斗母 星君结 这个结缘 你一定这九天里面 常来 这个是一个通道 你们的巨门还没开的时候 那有一个巨门 是一个通道 好好接这个缘 好好祭奠自己的九族 那么法会期间 好好参与法会 这个 为什么在这期间 以前我们老是用这个 孔雀明王经 这个大法会 来在和北斗九皇结合着用 这个使用天上的天人身 天身来修道 不是道家的转离 这也是佛门的转离 所以说佛门中 把这个斗母星君 直接命名为 莫里之天 佛门 是同一个子光夫人 这个为什么叫子光夫人 光中化佛无数亿 光中化菩萨一五遍 所以 斗母又叫子光夫人 是子光化生的北斗九皇 子光化生的天上众星君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所以说我们现时代的修道人 修佛人 一定要结合高科技 结合现代文明 去除自己的我知我见 故知己见 还原这是实相 也就是一个佛经 释迦牟尼 也是倡导我们修天身的 只是这些系统的技术方法 是在师徒之间口耳相传而已 就像我今天不为你们揭秘 这个修天身的方法 你们永远也只是知道 有个天身不知道怎么修 只能靠自己的神去修 人不知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是圣贤都要借助的力量 借助天的力量 借助地的力量 借助众神明的力量 尤其你们这些老修跟我到今天 不要再怀疑 是不是有天龙八卜 是不是真有天上九皇 你这是小心的人 是一心重的人 贪嗔痴疑 你永远停留在自己的怀疑之中 你永远遇到无缘 排斥这个疑 纯然融入 纯然拥有 我说贝斗九皇你能跟他相应 贝斗九皇可以做成你的天身 信不信 信者得度 仪者不得度 不可能 那你怀疑你不可能去实践 你怀疑你不去实践 你不能拥有此天身 你不能拥有此天身 你就不会用此天身 行大功的利于人间 你就不能饮作 你就不能享受此乐 你只有度了众生 我心一跃 让众生离苦得乐 我心一跃 你才能饮作 你才能享受那份喜悦 是法喜的充满 就是你一定要真信 才能真实践 真实践才能真获得 真获得才能真拥有 真拥有才能真享受 一个疑心中 小心之人遇到无缘 就是生起坚定的信心 跟着师父 做好北斗九皇的圣诞 完成相应的祭祖法 法会超度 我们借助这样的天身 照地球 照法界 不光是地球 因为它已经是超越银河系了 超越了多少个 一百亿个太阳系了 那每个太阳系里的所有的星球 都在此时空点中受益了 那你度了多少众生 你与多少众生建立了功德海 所以是此时空不可以丢弃 因为九重阳九天 一年只有此一次 这是特殊的时间和空间 为什么我们今年基本上是 跟上天地相应的时空在走 这就是我们已经突破了自身小宇宙的修炼 要修此天身和外太空 通过地球做一个基站 和外太空的宇宙 和外太空的众生建立广泛的联络 所以你非得借助这个时空场 天门开 地相应 天因心地因潮 这样的一个特殊时空 你才轻易所得 凑了这个时空 就再修同样的法 没有那么灵光 没有那么依贼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是具体的北斗什么真经 大家回去要熟悉 这个你们练过 修炼过这个聚灵法的这几天 已经开始要用聚灵法和北斗七星延命法 结合着修炼 那么到时时空转换的时候 你们这个会有大利益的所得 由人天合一变成天人合一 之前你们修 只是在内身体里修北斗七星 这个叫人 通过人体和天相应 你们今年有一个突破 就是可以天和人相应 那就是你要飞出去 变成天人神 你是在以北斗九星为架构 建立天身 再回来和你的人体相应 你再试验一下 这个有什么不同 我们为什么要大量地做功德 我们无时节累积的业障太深重 不是由此一生能够轻易地 把这些业障都消掉的 我们只有借助天身 放在更大的时空中积累功德 我们才更容易倾尽效应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时空 一定会集中四圣法界的圣者的力量 六道众生的力量 还有我们这些普劳大众的圣者的力量 和六道众生结缘 来共同修法放下怨恨 共同忏悔 消逆业障 大量的消业 你借助这种时空做法会 不要大众又觉得 又来了 又是一场法会 又来了 你什么时间可以不做法会 这个时空点我早都给你们讲好了 成佛了 不用做了 成佛了 你起心动念 无不是光 无不是德 你就没有业障 没有成之前 一定要重视 特殊时空点 师父安排的法会 特殊时空点 师父安排的这个祭祖 在这样的时空中 尽量做大功德主 而不是只是五十一百 添了几个祖宗的名字 添了几个王者的名字 这是小人 小气 小人小气 除非你的真正的经济力量不够 你就用大发心 大修法来完成 真正经济力量够的 一定要踊跃参与 有的人 来问自己的王者父母 到底是不是转世的 英灵是不是转世了 然后 我也不好意思说 但是还要说实话 我说没有 但是师父不可能 我在你这已经做五次了 五次了一个英灵超度 为什么还不能完成 因为到别人都说 就完成了 都走了 到我这就是看了看 还很可怜 没有完成 我说你每次怎么做的 五十块钱英灵超度吗 五十块钱英灵超度吗 做了五次五十块 我说你这就是太小气 你这么大一个老板 为了度自己的一个可怜英灵 每次小的小气 五十五十五十 我说你可能再做一百次五十 他都不怨害你 为什么 你现在那些钱 如果这个孩子活着 你应该分遗产给人家了 那都是人家的 哦 是这么回事 我说你为什么不舍得呢 你为什么不舍得 你舍得 你不是给这个孩子五十块钱 给你的王者超度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立个牌位 你是拿一千 拿几千做功德主 然后让道场去安排 道场安排就是立了所有友情 然后形成的功德海 给了你的孩子 这个功德海比你现在多少 财产都值钱 他就走了 你这样才能争夺众生 说说你们这些年 很恶心 五十 这个五十 我生爸爸这个天漏了 我这个五十 那个一百 那个五十 还有那么天里一大堆 五十五十的 你为什么不做个功德主 功德主什么概念 功德主就是 我是有这么多众生要超度 你忘了还有比这些众生 更多的众生要超度吗 你五十节的七十父母在哪呢 七十父母的列祖列宗在哪呢 你怎么只能具现以今生认得的人 做的事去超度呢 你这不是太小人了吗 工作人员也有问题 你这个这样天就行了 那样天也行了 你要问人家 经济床 情况好吗 你就做个功德主 好不好 是先问这个 人家说不要不要 我就是要做个什么 那你就给人做什么 不是 不是你们要他的钱的问题 而是让人家真正成就所愿的问题 这个东西是 他的怨恨的众生 愿不愿放弃这口怨气 愿不愿跟他合的问题 不是说你每次拿人家五十块钱 你就能确保把人送 我可从来没有这样的保障 我也不敢 为什么 我不能替他 我只能提供这个平台 提供这个时空机会给大众 但是我不能说我替 你拿五十块钱 我替你把英灵送走了 我没这个本事 就像现在台湾这位圣众 我没本事帮他解脱 你是自解脱 谁有办法帮谁解脱 我拿个锤子朝你头顶 咔嚓打个洞 破完了 破顶了 走吧 千十了 那是我是杀人犯 我那是帮你解脱 那不是杀人犯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自己要调整心念 建立功德海不是福德海 捐钱捐钱 做这些事情 照顾亲人 照顾家人 照顾王者 那你是在功德主之外 可以再强调一下 但是你不做功德主 你只做福德主 那你给家人送的 无非是一些福报 功德海里没你事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着 什么叫空性 空性叫三轮体空的空性 不实 做法会 我有一百块钱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做 我不管了 我就捐给道场 你们去做 也是功德主 一百的功德主 不要说一千才是功德主 你具限于定点 做一件事 这就是福报 所以不鼓励大家 那么工作人员做好 那你有什么愿愿 人家给了一千 给了一万 给了多少 那你要把他 要度的这些人的牌位 给人写好 是倒过来做的 不是 你要做什么 具限在一个人 一个事 一个自私自利 是你们有魔 所以是这次 一定要移改 前面的作风 不是这样的 建立功德海的 要在空性里面做 这个场性就完全不同了 大家所得就不同了 之前你们拿的东西 可能做了这么个大的蛋糕 你们现在破除我的身体 破除自己我的念头 我的执着 破除我的亲人 皇规法界 做一个天生 在这个法会期间 会引导着你们成就天生 成就天生 往下做 之前就是这么个小蛋糕 现在那个蛋糕 可能比地球还大 那么把这样同样的财力 同样的时间 做出的这么大的蛋糕 再分给大众 每个人分得的 就都大的 你只是这么一个蛋糕 你能分的多少 把它变成功德海 就是无量的 无量的就是 众生任意所取 谁能把大海咬干 所以你要一杯水 你用一个杯子去盛 一杯子也OK 你希望拿到一桶水 你用一个水桶去拿 也OK 你用一个万吨轮船去装 也OK 也装不完这个大海水 所以我们如果把功德 变成无量功德 那就是认众生所取 而不是一个有量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大家在修了空明发神剑开始 这次我们要修天生开始 彻底改变自己做法会的心态 做功德主的心态 然后来一次大的突破 真正立了人天 立了无量众生 真正我们在法会期间 是让所有的三千个大千世界的众生 都能受益 而不是仅仅的人鬼道众生 所以这次很重视 很重要 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有恶难 三灾恶 四杀恶 五行恶 六害恶 七伤恶 八难恶 九心恶 夫妻恶 恶就是恶难 就是阻碍 男女恶 生产恶 互联恶 即 毅力恶 现在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毅力恶 为什么会有 疾病恶 惊邪恶 虎狼恶 虫射恶 结罪恶 加磅恶 横死恶 宙世恶 宙世恶就是下降头 为什么会有 天罗恶 地网恶 刀兵恶 水火 刀兵现在 有一些国家还在打仗 有一些 有火灾 有水灾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 这些恶难都是哪里来的 这些灾难都是哪里来的 众生的 贪 嗔 痴 乙 慢 五毒 五毒的因成熟的时候 就结五毒的恶果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了 我们这个 小小的冠病 冠病这个病毒 有点小天使的味道 专制不服 什么叫专制不服 不让你出来 你非得乱出来 要你小心精神 你非得不小心精神 就是我慢 对质我慢 贪嗔痴义慢 对质我慢 所以一些国家 觉得了不得 不怕 立马就爆发 数量巨大 所以要敬畏 众生皆有灵性 这个病毒有没有灵性 有没有佛性 也有 它也有灵性 你和它和平相处 友好相处 尊敬它 敬畏它 那它就不找你 它看看你 走了 它有灵性 现在两个机器人 都有灵性 好况 这个一个有生命的 一个生命底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些恶呢 不是上天降给你的 也不是和你不相干的 都是你过去的 因果的形成的 贪的因 这个 称恨的因 愚恥的人 愚恥就是糊涂 愚恥的因 那么还有 我慢的因 还有怀疑的因 不信 不信天 不信地 不信神明 不信祖先 这些贪嗔痴 疑和慢 积累的毒 形成了恶难 那么这些恶难 如果以我们人 这么一个小小的 这一点力量 你这么一个小人的力量 你怎么去能够把这些恶难 灭掉 一个孩子 面前有一个小水沟 他是不可能过去的 来了个大人 随便一抱 把他送去水沟对面 我们人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 如果有神明来帮你 你会怎么样 有个大人来帮你 这么一下子你不就过了吗 所以你敬畏天了没有 你敬畏天神了没有 天神是大人 你想一个一个 用这个北斗九皇 为基点建成的天山 他整个难过了银河系 难过了十万亿个太阳系 这是多大的大人啊 但他给你解这些恶 是不是分分秒秒就不见了呀 这是科学道理 不是瞎拜 我拿多少钱贿赂神明 我烧了多少香 多高的香贿赂神明 不是 是科学道理 敬畏神明 所以是这些恶难 都是可以得到消除的 这个无哉亦无章 永保道心灵 这些神明为什么帮你 永保道心灵 它是护法 天龙八部都是护法 孔雀明王经告诉我们 佛家也重视北斗九皇 也重视黄天星斗 也重视墨里之天 里面也提到北斗星 四斗星 南斗星 东斗星 西斗星 中斗星 这些星君 星神 因为这些星神 他们还没有成佛 没有成菩萨 所以你敬他一尺 他敬你什么 一掌 你恨他一尺 他作见四年 所以是 那么为什么 所以我们以前 每年在这个时间 天门大开 跟北斗九皇相应的时候 我们用孔雀明王神咒 用孔雀明王法 为什么用孔雀明王法 天龙八部都降到 人间的道场来 那么用孔雀明王法 众神 众愿家不得相害 大家和平共处 同修共正 共成佛道 共成无常佛道 这是大和解的机会 大利益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今年的 同样的这个 重阳法会呢 我们会用 孔雀明王神咒相助 相助 那么会用这个 北斗真经 做仪轨 所以大家要熟练地 恭颂 北斗真经 并且和他们能够相应 老君替 老君曰 北辰垂相 而众心拱之 北辰就是北斗九星 所有的环天 所有的星都拱为着 这个中枢的 这个 为造化之书记 所以说我们这个 140亿元宇宙 我们现在的 所谓的天和地的 造化的中央在哪里 就是这个北斗 为造化之书记 做神人之主宰 它不单是我们人的主宰 是整个天界的 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的主宰 人神的主宰 宣威三界 三界是天界 地界 众生界 然后统御万灵 就是所有的 141年宇宙的众生 都是归北斗九皇统御的 判人间善恶之期 似阴阳是非之目 五行共病 起正同科 有回死住生之共 我们的寿命 是固定的 你们要想跟着师父一起 严寿到160岁 那非得修炼好 北斗九皇法 经常做天人身 天人合一 和北斗九皇共处 处好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 回死住生 就是让你严寿 严寿一计 我们之前讲 北斗七星严命法 就可以严寿一计十二年 你们在天地造你们的时候 因为已经程序是固定的 所以你天寿多少 能不能得到严寿 得不到严寿 在那个年龄就死了 就死了 所以我们身边很多年轻人 都年纪不大死了 这是横死吗 是横死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 输入软件的时候 已经给它输入到此结束了 你没有好好严寿 你没有好好拿 福德之患 功德之患 是没有办法严寿的 所以要严寿成功 非得要修 北斗九皇法 修天身法 那么有回死住生之功 有消灾度恶之力 消灾免难 度过所有的困难 障碍 上之帝王 下之熟人 尊卑 孙子殊途 命分居无差别 这种法不是你的 什么人可以不修 什么人需要修 只要你是人 只要是六道众人 都应该同修共证 凡夫在世 迷谬者 多不知 深属白斗 现在很多人 看我们修法 都觉得很怪 这个很可怜 很可怜 它是迷是迷惑颠倒 谬是错误 所以你们不修 不跟着师父学 如实道的根部的东西 是很可怜的人 是大凡夫 过去是福德不够 福报不够的人 不是应该他们笑话我们 是我们可怜他们 不要颠倒了 比如说你看 我这修家人反对什么 那你要可怜 你是觉者 他们是错误的 你是正确的 多不知 深属白斗 命由天赋 大家觉得自己想活就活 不是啊 这有人管 白斗 祝死 要你几 阎王教你三根死 不带你到五根头 有灾有患 不知解谢之门 有灾难了 只会在那痛苦 有祸患了 也在那痛苦 不知道 可以化解的 化解就是要修 送 北斗九 九黄真经 修天生法 祈福其身 莫小归真之路 致使浑身被记 你们身体不舒服 是身体的问题吗 不是啊 是你身体里的魂魄不宁 是五脏神不宁 是浑身被记 被记是什么 被人拉跑了 有时那个时候 我的师父熊教授 就跟我说 你小子 最近屁股疼不疼 他说师父 你怎么知道 我屁股疼 他说我看你的神 在上面被打了 我说我屁股又没人打 他说你神打完了 下来屁股就疼了 你这是个载体嘛 当时你们那天 你师母也说 老公老公帮我 我说干什么 快快快 这有个东西钻进去了 现在疼死我了 我画给太极球 嗯啊哄一塌 吹口去 走吧 去等着超度 他那啪就不疼 是肉体被锥子扎了 肉体 不是啊 是有东西 报仇来了 血恨来了 是浑身的问题 还是肉体的问题啊 所以你 这个肉体有病 浑身被记 浑身被惩罚 浑身被人家伤了 肉体积累 积累积累 积累 肉体经络不同了 本来是同的 说关联肉体 能不能行 不行啊 要练 浑身啊 所以是生病 赶紧跑医院 这个 看医生 那天 严新也是 这个 我让他 现在不是管的超市 我说那些死的 当场死的 鱼虾什么 你们怎么处理 啊 这个都放冰箱 我说你去看人生松 怎么处理的 我只让他去 他非多事 带着老婆去 啊 结果我只保护了他 没保护他老婆 结果是 回家以后 他老婆就 浑身麻痹疼 那儿疼 他就紧急给我电话 师父啊 我是不是要带我老婆 去看医生 我说咋了 他说那个 你让我去吧 我这刚好 带着老婆一起去了 结果是我没事 他回来这就不行了 我说你看医生 有用啊 我说现在 练月轮观 然后我帮他清一下 练完月轮功 啥事没有了 不然就跑医生 动刀动茧子了 这是你们的浑身 浑身的问题 还是肉体的问题啊 你们颠倒了好不好 一不舒服跑医院 一那个赶紧看医生 医生懂得治魂神 这是大家现在这个颠倒的社会 完全不知道是那个司机病了 司机喝了酒了 汽车才歪着跑 懂不懂 你把司机那个弄醒酒了 那个汽车就又回归轨道了 说你的气血乱 是体内五脏六腑神乱 是三魂七魄乱 赶紧修法 调三魂七魄 调魂神 五脏神 六腑神 体内众神 他有本事了 他驾驭自己的那个部分 该管肝脏的管肝脏 管心脏的管心脏 管大脑的管大脑 都有力了 都管起来了 那你身体就不乱 不乱怎么还要看医生 不乱怎么哪里还会疼 所以一疼一弄 不是你们这样 立马跑医院 医院拿刀一割 完了 这肉体真伤了 不是吗 这是真伤了 这不是神伤 这有肉体真伤 肉体一伤 伤经动物一百天 你慢慢去玩吧 神给你弄得伤了 立马师父 一个咒语下去 一个光 一堂光下去 立马就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 致使浑神被寄 或患来产 或重病不全 或要挟可害 连年困堵 有些倒霉袋 跟我修了很多年 连年困堵 累穗捧潭 就是都是不顺 这个肿送征乎 人家从坟壁里 也要找你报仇 和肿送 就是抓着你的浑神 到阎王那告状 这个先王复联 就是家人死了 连带你了 没有超度好 这个没有办好 不是办好丧礼 是把他的浑神 让他去六道轮回中 去转世 送往生 那么在六道中 不好的道里面 把他超度到三三道 从三三道 再解脱到极乐世界 或者是到其他道 一生成就 那这些先王复联 或上天谴责 这是神界 天界 天谴责 就是冒犯了天龙霸补 或下鬼巫宿 这个恶鬼道的众生 凶恶恶鬼道的众生 托着你去见阳王老 这个宿巫 若有此危恶 如何解救 即需投告北斗 摘谢真军 即转此境 所以你看一个 一个道教的教法 是不是让你搞明信 不是 你真用这些方法 这些东西立马就减效 那就是真正的 所以圣贤教育 是阴阳两界的教育 是阴贤两态的教育 是六道时空的教育 明白了吗 不是你们现在 受的这 人间的贪嗔痴一慢的教育 我们人间现在 就是教你怎么贪 贪得无厌 怎么称恨别人 救我的法好 救我的宗教好 这不是诚恨吗 这不是魔鬼吗 是你彰显 你自己是魔鬼 给别人看的 所以我们不说 任何宗教的不是 宗教和谐 种族和谐 这是咱的国策 都拥护 不是宗教坏了 是你这个人 披着宗教的外衣 做着邪恶的勾当 是你人坏了 不是宗教坏了 宗教无罪 是你自己人在传邪教 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宗教的幌子 宣恶着自己的贪嗔痴一慢 里面有贪心 希望大家都去他道场 他的收入高 这叫贪心 里面有称恨 教这里面的人 恨所有的不来这里的人 这就是称恨 于赤 我们是交给你 认知你是佛 是减法 是回归法 是返回你是佛 这叫智慧 大开 明了 你不要于赤地 去拜一个人 去信一个人 去盲目信一个组织 依赖那个 叫外求法 这个叫智慧 或于赤 不怀疑 对宇宙实相 不怀疑 对生命的六道轮回 真实相 不怀疑 对怎么出力 六道的修法 不怀疑 不是对师父 不怀疑 不是 是对这个法 是对这个修法的方法 不怀疑 真实地去实践 必须无我 就不能有我慢 这包括大我慢 就是不能有组织上的我 就是我自己是没有 我全身心地为 OSS这个平台 这是大我慢 把自己的我慢 放到了一个 更大的平台上的我慢 表面上是你自己 舍掉了我 为这个平台 实际上 你的我膨胀了 你把这个平台 都当成你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在下面指手花卷 师父不能这样做 师父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他指手花卷 大我慢 觉得这个平台是他的 师父要听他的 你看这不是大我慢 你有什么资格指挥师父啊 你有什么资格指挥这个道场啊 有人派间谍来测探我们 这个道场里面这些 张老师在干什么 师母在干什么 苏小姐在干什么 跟他辟事没有关系 他还来刺探亲情 为什么当成这个OSS是他的 他要管 管着师父 管着财务 管着这个公司员工 你们都在干什么 这不是大我慢 你那个一枪前这个东西 你立马知道 你太可恶了 你把这个平台当成你家的了 当成你的了 你还把它你要来说了算 这是不是大我慢 我为平台着想 你表面为平台 事实是似我的私心欲望的膨胀而已 所以大家要防止这些大我慢 磨在自己心中张扬 不要跟这些人选 师父是师父自己的 师母是师父自己的 我都管不了他 你们还想管他 他也管不了我 他也想管我 我的身口业他能管得了 他也管不了 所以你们管好你们自己 任何人都管不了 其实亲人也管不了 孩子你都管不了 对不对 我跟师母商量了 给女佣长点工资 这好吗 这还没跟女佣说呢 女佣已经知道了 后来才发现 我们家出叛徒了 四个孩子跟他说了 你能管得了 孩子不让他说 是是 你想管谁啊 你省省心吧 管好自己 阿弥陀佛 不要大我慢张牙 这是我的 开什么玩笑 所以大家要重视修法 要去贪真吃义满 好好用这些真法 要真信 这是真经 这是道经 谁也不敢去改的 它传承了几千年 它自然有它的真在里面 佛经 道经 耶稣基督的经典 没人敢改 因为里面有真 不是张博生敢修改的 不是孔子敢修改的 谁也不敢修改 经典类的东西 里面有真 只是你慢慢去挖掘 去实证 它的真实效应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本来是给你们两个小时的一个 开示 公益讲座 大家接下来 还是管好自己 用自己的灵性 去映上时空的转变 积极地参与 修成自己的 借助这个时空 修成自己的天生 做更多利乐人天 利乐友情 这样众生一月 我一一月 然后我们重视 在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愉悦的 都是在利乐友情的 时间就不会浪费 人生就有了真实的意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